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到了几月玩什么的时间了 最近相信大家都玩爽了吧 破小传说 磕那 暗黑 风来之国 审判之势 可以说是要啥有啥 但总结下来还是有这么两个头疼的问题 一是这一天24小时实在是太短 每天玩游戏的时间也就那么点 好游戏多了势必就得排队 再者说 这游戏都实在不便宜 玩不玩单说 买是真想买 再摸这钱包 算了吧 幸好我有可爱的驴匠 言归正传啊 十月的游戏阵容依然是相当的夯实 射爆了 踢球 恶魔城 聚会了 吓尿了 等等等等样样齐全 更有激战30周年闪亮登场 不禁感慨啊 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 30周年 30周年 哎 感觉念快了 就是一键三连啊 要说本月宣传力度最大的游戏是谁 那肯定是阿玉的孤岛惊魂6 先是请来的手工地RICE展示了三次元野路堵制装备 又找来了炸鸡叔吐槽家介绍 顺带回答粉丝的问题可以说是声势浩大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敌人都不够用 那我们就自己造 除了抢夺敌人的枪械武器外 孤岛惊魂6这次可以说是将DIY发挥到了极致 加油枪棒再来一个油罐 拿皮管子连接起来就成了喷火器 看起来效果还挺好 你还别说 主角作为一个军阀 统治小岛上的游击队只能靠土制武器获得设定 其实还挺贴近真实的 现实中中东那边还真有煤气罐排击爆和钢管导弹这种东西 自己动手风衣足时固然是真理 有时候依靠外界力量也不失为一种手段 拥兵系统的回归让我们可以选择同伴并肩作战 同时游戏中还提供了多种共同战斗的动物伙伴 一边打仗 一边撸狗撸猫 甚至撸鳄鱼也不再是妄想 没玩过孤岛惊魂系列也没有关系 这次的大反派由炸鸡叔本色出演 演技水平那是没话说 如果你喜欢绝命独师 买就完事了 顺带一提 孤岛惊魂6同样支持免费升级到次时代平台 谁说既胖不会数三来着 你看看这个 这不就是 诶 四 经过了多次测试之后 蝶血复仇终于要在这个月发售了 虽然启明方式差不多 但蝶血复仇和继胖确实没有什么大关系 而是由求生之路原制作组重新组建的Turtle Rock工作室制作的新游戏 玩法和设计延续了求生之路的一贯风格 可以说是求生之路的精神续作 不过要说完全照搬原作 先不说玩家买不买账 老东家肯定也不干 如果要我形容的话 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求生之路的现代版 游戏在保留了常规的跑图 失潮 任务 安全无流程的前提下 加入了不少新的玩意儿 来增加更多的惊喜和不确定性 付出一个节目效果 首先是卡牌系统 在开始任务前和每次进入安全点 都能从自己设置的牌组中抠三张 自己选一张卡牌来强化自己 一部分卡牌是单纯增益效果 一部分则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来获得更多加成 敌方也会有随机卡牌强化 来增加随机性和难度 在泰坦陨落一代里也有类似的系统 这回不仅要打枪 还要配卡组 另外每次任务中地图上的资源点也会有所变化 可能这局门还是开着的 拿了一堆补给 下把吃个闭门羹 就只能弹尽粮绝和西北风了 同时区分每一种子弹的弹药意味着 四名玩家需要使用不同的武器才能保证弹药不会紧缺 在路上捡到的枪械和配件也会有好坏之分 总的来说 就是官方生怕你每把都一模一样 一招先吃扁天 官方从前几次的测试中根据玩家的游玩情况 想必做了不少平衡性改动 正式发售后体验一定会更加良好 虽然定价略高 但从品质上来说 可以说是能和三个朋友在一起快乐 好一段时间的优秀游戏 提到帝国时代这个系列 相信我们心中一定有属于自己的美好回忆 从中学到各种历史地理知识 一度成为了孩童时期 抗击游戏无用论的武器 虽然从星际争霸2的停更 再到魔兽争霸3重置 口碑雪崩 无不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属于RTS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微软依旧推出了帝国时代的最新作 帝国时代4 本作又负责了大名鼎鼎的家园和英雄莲系列的 Rylet Entertainment工作室负责开发 再加上微软的超能力质量肯定是有保障 根据前一阵子的测试来看 开头的伐木工估计是听不到了 这次语音换成了富有每个朝代特色的 方言古汉语形式 并随着朝代的发展产生变化 可谓是细节辣满 听不懂不要紧 想想当年有名的专八旅人 英语母语玩家都大呼 这也是啥玩意儿 这么一想 帝国时代4听不懂中国话 不含着 情怀满满再加上不错的质量 首日还加入西瓜皮 玩不了吃亏 玩不了上当 不知道之前阿玉送的极限巅峰各位玩了没有 深处茫茫雪山之中 足不出户挑战翼装飞行 滑雪 滑翔伞等极限运动 唯一的缺点就是 眼前一直白花花一片 玩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容易视觉疲劳 而在这次的新作《极限国度》中 游戏的区域将不单陷于雪山 充满生机的丛林 荒凉的山地应有尽有 再加上阿玉一贯不把游戏 弄成观光模拟器就难受 就算没法在比赛中夺得头筹 撞树上摔到路边的时候 停下来欣赏一下优美的风景 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当然地方大的运动种类也不能少 除了《极限巅峰》里的那几种之外 还增加了山地车 滑板等汉地项目 切换第一人称 亲自体验山地速降的四季 同时游戏中还将会有 多达五六十人的同台竞技大混战 主打一个快乐 一个爽子 对极限运动感兴趣的朋友 这一作一定不要错过 今年是知名和风恐怖游戏 零系列诞生的二十周年 无论是系列老粉丝 还是九样大名的新玩家 那可是巧手期盼光荣能带来点大动作 诶 就在这个月 零如鸦之物女高清版如鱼而至 本作是2014年在VU上发行的 如鸦之物女的高清版本 在游戏中玩家将手持相机 切往日上山 深入怪谈探寻其中的秘密 体验纯正的日式恐怖 此外游戏还将支持 免费升级到四世代平台 既然是20周年纪念作品 要是只提升画面 那未免少了点诚意 在此基础上 光荣还追加了各种风格的新服装 锦身衣 哥特罗利 庞克 顺便还把莱莎身上那套拉了进来 要说没掌握财富密码 从隔壁死活生那里取经 我是不信的 同时新家的照相功能 也是良心满满 除了给角色拍照之外 还能让鬼在镜头里摆pose 调位置加滤镜 配合各种新衣服 以及PC版本的天然优势 还能发挥出什么更多的功能 就任君自由想家了 虽然本月大作云集 但是少了何佳欢 总是感觉少了点味道 但是 你永远可以相信任天堂 这部 玛利欧派对超级巨星 月底就能玩到了 本作依旧采用了类似大富翁的炙头子玩法 并收录了N64版玛利欧派对的五张地图 并包含从历代玛利欧派对系列中 选出的100个迷你小游戏 算下来平均两三块一个的优质小游戏 还是挺划算的 在小游戏中胜出和格子事件 均可以获得星星 比其他人更快收集到星星即可获得胜利 听起来简单 但是搭配上100个小游戏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这个数量级的游戏 一把打下来估计都不带同样的 总有你不擅长的那一款 不过说实话 个人技术是一方面 大富翁类的游戏能不能笑到最后 还是要看头子之神给不给面子了 既然定位是派对游戏 那肯定少不了连击要素 本作最多支持四人一起游玩 还支持中途存档 一次没玩完存下来 下次还能接着玩 内容这么丰富 可以说是居家旅行必备良游 就是这游戏看起来哪都好 唯一的问题是 这假期都在月初过完了 得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凑得起这么多人来玩呢 要说最近最受独立游戏青睐的游戏类型 估计不少人除了会想到卡牌肉鸽以外 另一个就是类银河战士恶魔城 从空洞骑士到奥日 再到前两天发售的暗影火炬城 都是相当优秀的类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 这回不用累了 先是9月份任天堂直面会上宣布的 恶魔城高级收藏版 然后就是这个月即将到来的 密特罗德生存恐惧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银河战士主系列的正统续作 《生存恐惧承接融合》的剧情 讲述了最强赏金猎人萨姆斯 前往新星系追寻已经灭绝的 拟害生命体X的故事 在本作中 萨姆斯将被银河联邦的机器人坠杀 面临被敌人吊打带来的恐惧 萨姆斯被压箱底压了那么多年没动 那可不是推掉不利索吗 预告片一放出来 可以说是全场沸腾了 太古森林 盐水区等等 行星ZDR上多种风格各异的区域 可供我们进行探索 蜘蛛死铁 变形球 闪光转移 暴风导弹 再来个帅气的近战反击 更是直呼过瘾 或有一种你祖师爷 还是你祖师爷的瓦器 而是一种分别的质量量 by training well, you increase your manager rating, allowing you to rise through the ranks and cement your spot in the team. At the same time, if you don't train and perform well,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manager will deteriorate, which might even lead to you being put up for loan or even a transfer. Meanwhile, completing objectives and doing well in training also nets you XP. Leveling up rewards you with skill points, which you use to improve your player's attributes and overall rating, while you also regularly unlock specific perks, of which you can equip three at a time. The revamp progression mechanics in FIFA 22's player career in the sky. Jet is all about motion, whether it's weaving through trees or jumping over obstacles. I love that sense of speeding through a remarkable natural space under a grand sky and suddenly being in someone's helmet, boots on the ground. Jet's premise involves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y. However, our design doesn't rely on combat or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the characters go to someone. The iconic puzzle game, but one that goes to to another plane of enlightenment. As well as the single-player journey mode, take on your friends competitively in zone battle locally or online, or play connected mode and work together to clear three play fields as one. It even includes cross-platform multiplayer, so it's easier to find people to play with people to play with. At its core, Solar Ash is a game about movement, and Rey has everything she needs to flow through the dangerous and unique world. in the game. The title is Solar Ash. Bear Raider, Nigel Archibald Thornberry. Nigel is a character that emphasizes footsies and has a heavy weight, strong attacks, and average speed. He excels at close-range ground combat with varied attacks that deal high damage and knockback. And that's Nigel. Thank you so much for tuning into this character showcase, and please look forward to more like it in the future. It's coming for me. Whatever you do, don't go out in the dark. Stay in the light. My name is Alan Wake. I'm a writer. We're talking over the conversation. What is happening here? So, basically, well now we're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rea, but the place that I picked up, if you remember the earlier coverage of the game that we did, you were trying to dupe Lady Hellbender into giving you some money so you can pay off a fine for Nova Corps. And this is after that mission. We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n Lady Hellbender's Fortress, but now we're at Nova Corps Station, and it's like completely abandoned when you arrive. And the guy died. Nostalgia makes things from the past seem better than they actually are. Sadly, the latter is the case with Super Monkey Ball Banana Mania, an enhanced remaster that compiles over 300 levels from previous Super Monkey Ball games to celebrate the series' 20th anniversary. As it turns out, Monkey Ball and... ... ... 你是可以用自己威力的技能 是用自己能力的技能 或者射高敵拿著 不可能 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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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 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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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的工作 我所在的 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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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自己的秘密基地都會改造成我們 如果有困難的話,請我任由我 Ao-chan,謝謝 D-Date? 我會覺得有點激烈 不思議的場所 這是… 大家的心? 哇! 化妝!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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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開心 可惡 是愚蠅 又失敗 可惡 多久 你把我打死了 我把你打死了 我把我打死了 Avo,来吧,你走,我接下来 我把我打死了 我累了 就像我一样 就像我一样 我一样的 你把我解鎖,炭治郎 我来吧,那是 全集中 水的呼吸,血的肩,打死我 好 相打 不是 炭治郎的方向 看到了 隙子 快 我 锁上了 想必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信息 这是 小龙 救人 月姐姐 我来救你 看招 恶无九天银 还赢 来了 兄兄弟 打把手 好 好 应心 废泽 进宪 休无听令 拿下 好战前辈 天魔女 还不快快出发 了 好 潘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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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